将是我们本课程的重点之一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听 本章节的主题是我们远程服务器的管理工具软件 SSH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本次八章节会讲解哪些内容 第一个SH它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第二个我们服务器单是如何按照我们的SH服务 第四个是我们的客户单 按照我们的SH的客户单 第四个是我们的SH的客户单 它如何进行我们的SH的服务器单的一个连接 还有我们的config用法的一些讲解 这个属于高级用法了 还有免密码登陆方案之SHK 这个是我们对于现场服务器进行管理的常用的一种方案 最后我们作为一个现场的服务器 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端口有一些安全的一些策略 这个地方也可以做 最后我们会送给大家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脚本 直接来登陆我们的服务器 还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设置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SH它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这里我们有一张图 左边是我们的客户单 右边是我们的服务单 我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假如说你在阿里云和我们的腾讯云买了台服务器 这个时候你肯定很苦了 哎呀我怎么连接这台服务器 因为我们这台服务器装的是深度OS 或者说是一望图你会发现 哎呀太麻烦了 它不像我们Vinus它有那种远程连接桌面嘛 可以直接进去进行操作 还是可视化的 只要是利率颗式操作系统的话 一般在我们的服务器上 装的都是没有可视化操作界面的 就像我们前面装的深度OS 它就是一个黑框框 在黑框框里面进行所有操作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借助我们的SH这样的一个协议 进行客户单跟服务器单的一个通信 SH协议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协议 它是不太容易被我们第三方进行窃取的 好我们这里来看一看 SH的一些我个人整理的一些定义 其实这些定义最终主要是描述 它就是非常安全的 第一个SH的英文全称 大家自己去说一说 我英文不太好 翻译过来它就是安全外壳协议 这个是建立在应用层基础上的一个安全协议 大家可能会对这一话比较陌生 大家去看一看 我们在大学学的那个网络系统协议里面的 定义层是哪一层 大家看一看这句话 它就是可靠 专门为我们的远程登录绘画和其他的网络 提供安全协议 还是安全 有效的防止我们远程管理过程当中的信息泄密问题 说白了还是安全 SH的客户单 我们主要知道的SH的客户单 基本上在我们Windows呀 麦克云基础栏栏面都有这样的一些工具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的所有电脑都能够去安装我们的SH客户单 所以说这个协议能够被我们所管方使用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最后我们的SH的服务单的一些软件的一些程序 它几乎上支持我们所有的UniX平台和UniX平台的 所以说你会发现SH这个服务 它是无论你是客户单还是服务单 基本上所有的应用系统它都支持 你会发现 所以说它会用的比较传播的比较广 这样我们基本上对SH 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 接下来我们来更深入的了解我们SH 它怎么来如何安装我们的客户单 如何安装我们的服务单 感谢观看